秀出來,因為一個SUB可以對應到一個按鈕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再插入一個按鈕 我剛剛不是多了一個程序嗎? 這邊的話你可以多一個啟動錶單 再把這個錶單給做出來 這樣子就可以啟動起來了 那你這樣的話,按下它,錶單就叫出來了 另外的話還有一個方法就是 不用按按鈕自動起來 這剛剛有講過吧,有沒有印象? 第二個方法就是說 如果你希望當這個eSale,它啟動的時候 順便把它叫出來的話 那你可以用方法二,什麼方法? 當list workbook,有沒有特別注意 在專案的下面下面,有一個叫list workbook 指的就是這個eSale檔案 當它怎麼樣呢? 當這個工作簿被open的時候 open指的就是打開嘛,對不對? 那就做什麼呢? home點秀,所以你如果這個地方呢 把它打上去了 那這個時候這一個部分 它只要你把這個檔關起來 再開起來,它這個錶單就會自動打開了 也就是說這個好處是 如果你希望這個檔案是給 其他人使用的時候 那有些人他就是會找不到按哪裡嘛 然後這樣就方便了 他也不會再來吵你了 所以你就多替他想一下 他以後就不會再找你麻煩了 OK 好,所以呢 記得喔,記得喔 是從這邊list workbook 這個有沒有,點開來 然後找到什麼 找到workbook裡面的open的事件 好,就home.show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啟動錶單 不過再來要做哪些事 再來啟動它 那我希望怎麼樣呢? 欸,輸入資料之後 一個蘿蔔,一個可能 也許這邊剛好是5欄 B欄到F欄 剛好輸入完之後 他就幫我做完 那不過呢 輸入的時候 我會希望 就是 這四個要輸入 這個不要 這個不要 所以第一個 自動先產生標準體重 這個是第一個 就按確定的時候 第一個是先產生 第二個的話呢 就把這五個分別移到這邊的最下面列 這剛好有五個 好,移過來 然後把它清掉 所以喔 欸,程式 該如何撰寫 那接下來的話呢 一樣就是說呢 我們先把這個關掉 以後呢 如果你要做那個表單的設計的話 記得就是 我們一樣把那個表單打開來 事件喔 特別是要按下去 所以記得在這邊打一個 這邊喔 確定點兩下 它會跳出什麼呢? B1 有沒有 剛好是B1 Clicker 那我需要做什麼事情呢? 基本上喔 其實這個已經打好了 我把它稍微刪掉一下 不外乎就是 嗯 計算出標準體重 不外乎就是把資料給輸出 那不過特別注意喔 以後喔 你點兩下之後 它這個B1 Clicker 會自動幫你產生 一定是個Sub 然後一定是End Sub 而且是寫在哪裡? 寫在這個表單裡面 所以程式是在表單裡面喔 OK 記得不要像之前有同學喔 複製貼上 結果貼到模組裡面 一點 奇怪怎麼不Work 因為你貼錯地方 OK 所以你貼要貼對地方 好 或者是說你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 那個什麼 把這個點兩下之後 再把中間的貼上就好 頭尾留著嘛 貼中間就好 那我的習慣這樣 也許我還不會 我不知道怎麼寫之前喔 那我可以先把註解打上去 所以一般是單引號開頭 第一個 計算出標準體重來 可是問題 標準體重剛剛不是有計算過了嗎 在哪裡? 在這邊 Function 對不對 這個Function 它已經怎麼樣 已經存在 只是說你想說 老師那這個東西 剛剛不是應該按Fx 才可以Work嗎 當然不是 它的Function 顧名思義就是說 反正呢 你呼叫它 你丟給它 它需要的因素 它會返還給你要的結果 就OK了 所以如果要最簡單的方法的話 基本上 你就可以直接在這個地方 先把這個做出來 這個做出來的話 我們將來需要做什麼樣的動作 就是說 比如說 表單有沒有 這個表單按下去 然後呢 它自動幫我產生標準體重 所以呢 我就標準體重的那個 一定寫在前面 標準體重的那個元件 叫做MyE 有沒有 My My MyE OK 那你打小寫沒關係 等一下會變大寫 點 特別注意喔 它是一個什麼標籤 那標籤裡面放的資料一定是Caption 它的屬性喔 就是上面的東西一定要Caption 這個Caption 這個屬性 實際上就是放裡面的值 就是放在標籤裡面的MyCaption 然後它裡面要怎麼得到呢 等於什麼 那我如果要得到標準體重 我可以直接呼叫什麼 乾脆直接呼叫 標準體重2 這個 就它對不對 然後 然後 幫我 幫我 把這個